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13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望位独报 我是Cherry 中国经济复苏乏力 各地财政陆续陷入困境 一周以来 坏消息陆续传出 先是北京南大门常住人口1143.72万的河北保定 因为财政困难 多条公交线路停运 人在营运的公交车从高峰时的1300多辆减少到333辆 紧接着经济第一大省广东近日传闻 全体公务员降薪25% 最新网传的一份停工的通知显示 经济重镇上海的一家著名甲级建筑设计院 应接不到订单 全员停工停产 有分析指出 房地产行业的低迷 已经影响了钢铁行业 玻璃行业 劳动力市场 这一连串的影响越来越深远 自由亚洲报道 上海一业内人士披露 由于接不到设计业务 许多设计院去年都已停业 一位员工发帖写道 我那本就微薄的薪水被停掉 使我本不富裕的生活 雪上加霜 想跑路的每一天 网友们纷纷热议 有人说某铁和某件等国资号都发不出工资了 震惊 已经被吓到了 说考虑安本才选的国有企业 已经开始担心这种情况了 由于行情不好 许多设计师都倾向于跳槽去国企 大家的心态都是 虽然给的薪水不如民企 但是至少能和劳保收 然而现在建筑行业的国企 也被爆出停发工资 实在令人惊愕 近日 网易 新浪 微博 知乎等多个社交媒体 都传出广东公务员集体降薪25%的信息 该信息指出 广东省政府最近宣布 公务员集体降薪25% 证实了早前民间的传言 在此之前 全中国已有多个省份调低了公务员薪资 包括浙江降薪25% 江苏降薪15% 福建降薪20% 随着近期 广东公务员集体降薪 预料其他各省也将掀起公务员降薪潮 有体制内的人员表示 别说降薪了 现在能按时发工资 就已经超越很多人了 为了挽救经济 中共当局推出所谓的投资中国年 以吸引挽留外资 地方政府更是极力向外企示好 然而当一切招商努力 遇到习近平的国家安全议程时 无处不在的潜在雷区 让外国公司按下投资暂停键 即便中共官员登门招商 也出现空手而归的现象 华尔街日报7月13日 在一篇题为习近平对外企的施压 误灭中国经济关键引擎的文章中写道 地方政府的招商努力迎头撞上了习近平的国家安全议程 对外国公司来说 这已经使任何对华投资都成为潜在雷区 官方数据分析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降至200亿美元 而去年第一季度则为1000亿美元 同比直降80% 这对一个在过去40年里资金留住一直多余流出的国家来说 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变化 许多中共地方官员表示 吸引外资的传统策略不再奏效 四川成都是一位贸易官员最近赴欧洲招商引资 最终却空手而归 这位官员说 在他对欧洲招商引资的20年生涯里 这是第一次连一份谅解备忘录都没有签到 之前是透露 广东某县一位高官最近告诉一个来访的美国贸易代表团 该县将对在当地投资的美国企业决策者 回馈所承诺投资交易价值的10% 然而该贸易代表团断然拒绝了这名县官员的提议 因这种行为在美国构成非法贿赂 随着美中竞争以及两岸冲突日趋升级 台湾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那么究竟台湾海峡会不会爆发战争呢 若是中共当局入侵台湾解放军的攻台时间点 又会是什么时候呢 本月12日美国学界便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讨论 自由亚洲报道 在华盛顿治护哈德逊研究所召开的研讨会上 海曼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始人凯尔巴斯认为 再不远的将来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有高度可能性会决定出兵台湾 巴斯认为 北京当局自2020年以来修改了众多法律 整合国内资源 同时也通过石油进口多元化 加大黄金储备 增加粮食存量等做法 为对台出兵做准备 同时 中共如今出现屏蔽经济数据的状况 这也是在为武统台湾做准备 这是一种战略 尽管外界知道中国的青年失业率达到20% 经济表现不佳 但习近平不想要西方媒体对于经济问题不断报道 因此决定直接把数据隐藏 巴斯分析若是台海战争爆发 中共的首要目标便是对台湾实施信息封锁 这是北京从俄乌战争中学到的一刻 巴斯从金融趋势分析指出 中共很可能将在未来的12到18个月攻台 他认为中共攻台的时间会比想象的要快 对于中共会在什么时间攻台 各方有不同的看法 美国空军一位上将在一份泄露的内部文件中预测 2025年美中将为台湾开战 美国前印太司令部司令最近也表示 他坚持认为中共会在2027年前入侵台湾 中共党媒《环球时报》日前报道 刘鹤以中裁判主任的身份会见美国财政幕长 但数日后将该报道中的主任头衔删除 随后又改为原主任 这令本已退休的刘鹤如今身份更加扑朔迷离 综合报道 7月7日《环球时报》官网《环球网》发表了一篇报道 原影美媒彭博社的消息称 来访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当天在北京会见了 中共国务院前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鹤 而彭博社原报道中指称刘鹤是原副总理 并没有涉及他的中裁办主任身份 《环球网》这篇报道很快引起外界对中共高层人士更替的关注和解读 有媒体据此分析 虽然习近平的另一名亲信何利峰 已经接替了刘鹤的副总理职务 但刘鹤依然留任中裁办主任 说明他仍在中共经济决策层扮演重要角色 此前也有港媒报道 71岁的刘鹤虽然卸任副总理 但仍会参加内部经济会议 而且很有影响力 不过到了7月11日 有人发现《环球网》上述报道悄悄做出了修改 删去了刘鹤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头衔 只保留了国务院前副总理 不曾想第二天的7月12日 这篇报道又有变动 给刘鹤增加了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头衔 截止到13日 这篇报道未在改动 依然保留原主任表述 被指清北京的港媒《新岛日报》发文称 《环球时报》把刘鹤的头衔改成原主任 说明他已卸任中裁办主任 但文章称 刘鹤应该还继续在中裁办行走 发挥余热 刘鹤被认为是习近平决策圈中少有的真正动经济的官员 也被视为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温和派 因此刘鹤是否真的退出决策圈 关系到国内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涉及重要的舆论导向问题 这从《环球网》两度修改报道可见一斑 有分析指出 《环球网》的反常操作 令这篇报道的公信令大打折扣 也让刘鹤是否卸任中裁办主任一事 更加扑朔迷离 美国拜登政府去年对出口到中国 AI芯片祭出禁令后 回答随即推出了A100GPU的 严格版A800供应中国市场 避开制裁 如今 另一巨头英特尔也跟进 宣布在中国市场推出一款 云端人工智慧训练芯片 据财新报道 Guardi2是英特尔在2022年5月 首次公布的AI处理器 主要针对高性能深度学习AI训练 由英特尔哈布纳团队设计采用台积电7纳米制成 为了避开美国的制裁 继辉达推出阉格版AI芯片后 英特尔11日也在北京举行记者会宣布 通过浪潮新华三超巨变等合作伙伴 将Guardi2加速器引进中国 如同辉达为中国市场推出解决方案 以符合美国精灵要求 Guardi2加速器也是特供版本 英特尔在记者会上数次将Guardi2与辉达的GPU芯片进行比较 尽管英特尔执行副总裁表示 Guardi2在多种训练和推理基准测试中 表现出超过辉达A100的性能 但是Guardi2作为专用AI加速芯片 相较通用GPU A100和H100技术门槛相对较低 功能也较为单一 成本自然更低 有分析指出 禁令之下 英特尔推出了专供中国的阉格版芯片 国家委会7月13日宣布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将不会收到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正式邀请 而本月晚些时候将有200多支国家队按传统的方式收到邀请 但一些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依然可以在巴黎参加比赛 国家委会13日表示 将于7月26日向203个符合条件的国家奥委会发出前往巴黎的邀请 国家委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国家委会 以及目前被暂停的威地马拉国家奥委会将被排除在外 17个月前在乌克兰战争爆发的几天后 国家委会随即敦促国际体育机构 阻止和孤立来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运动员官员及主办城市 今年随着下一届奥运会的临近 国家委会敦促这些体育机构 尝试让一些被评估为中立的个人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巴黎预选赛 国家委会还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全情酌情处理这一决定 并且不受之前奥运会资格赛结果的约束 美国电视和广播艺术家联合会全国董事会13日中午 一致投票批准了数万名好莱坞演员的罢工行动 扩大了本已面临诸多阻力的娱乐业的劳工动荡的范围 据报道 这次投票是在演员工会与主要制片厂之间谈判 未能救新的电影和电视合同达成一致之后进行的 与已经设置纠察线的编剧罢工类似 演员工会一直在与制片厂谈判一项协议 该协议将提供更好的报酬和流媒体的剩余收益 并解决其他问题包括人工智能的使用 这些问题一直扰乱着娱乐界 尽管联邦调解员在最后的一刻介入 这个拥有16万名成员的工会 仍无法与代表电影公司进行劳工交易的 电影电视制片人联盟达成协议 13日演员工会领导人在洛杉矶中午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董事会的投票结果 董事会的投票也被工会从14日开始 在全美范围内举行罢工活动扫清了道路 并加上了美国编剧家协会会员 于5月2日举行罢工以来 扰乱好莱坞的劳资冲突 此外 演员的罢工从13日午夜开始 这是63年来首次演员和编剧同时罢工 据英国《太阳报》报道 现年69岁的莫威克是考文锤大学副校长 不过他更加引人瞩目的成就 就是在电脑系统与人类神经系统相关的研究 据报道 1988年莫威克在自己的手臂上 植入了一个圆柱形的芯片 虽然这个芯片只有两个硬币宽 却能让他的生活更加便利 他只需要挥挥手臂 就能打开实验室的门或开灯 他更因此获得了特殊称号 有不少人称他为机器人队长或生物骇客 2002年 他又植入了一个称之为大脑之门的感应器 这款感应器能够连接他的神经系统与电脑 因此让他能够透过网络用思想控制手臂 莫威克的妻子伊雷娜在同一年也植入了类似芯片 让两人可以用芯片互动 莫威克说 因为两人的神经系统通过芯片连接 只要妻子合上手 莫威克就会感受到脉搏 现在回忆起当初的那段时光 莫威克依然历历在目 直说那段经历真的太酷太有趣了 不过由于芯片的零件只是装在玻璃里 加上这只是一个实验 因此后来他还是将芯片取出 这项实验引发不少与科技伦理相关的讨论 但莫威克认为这项实验 让人类了解未来的可能性 证实结合神经系统与电脑是真的可行的 好了以上是本期《万卫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